可不可以请那个那个黄保署的审署长 那又请审署长 孔文言你好 审署长你好啊 那个最近苏花改工程啊 苏花改工程那个他们现在就是说有一个环平的一个结果啊 那我们的花莲县的县长傅坤奇啊 那几乎是花莲县议会全部都在抗议 如果这个苏花改这个鸟类啊 没有超过一百七十八只的话啊 这个工整个工程都会动工 有没有这回事情 都会停工 是的我想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啊 当做他们有这个结论啊 是当做环境品质的一个监测的一个部分 这个这个结论是怎么做的 什么时候做的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好不好 是在环平的过程里面啊 大家对环境的生态的保育的关心的时候啊 就开发单位跟这个啊 这个环平委员呢 跟参考的环保团体啊 以及保育团体他们的意见之后 提出来用这样子当做一个监控的条件 那么双方同意之后就纳入结论 这个是环保署开的一个环平会议吗 就是环平的审查会议里面是 是在环保署开的 是环保署的有一个环平委员会 专门审查各开发单位 他们提出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那么审查结论里面的话 就是根据他们委员呢 认为啊如果要保护环境的话 应该要在什么条件下去进行 好 这个是多久以前做的结议 多久前 可不可以把那个过程说明一下 有哪几个审查委员 审查委员是哪些学者专家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好 我想我们上次在书发改的事情 应该是在大概9899年左右 上次不是有一个一次事件啊 那个车子摔下那个三崖子 就是那个那个时间点了 然后过去的过了 大概一个月左右就通过这环平报告 你说是在99年做的结议 我的我的印象是这样 两年前做的结议吗 99年11月15号是 那个结议结议的内容是什么 哪些审查委员 审查委员 审查委员 就现在的环平委员 我们有21位环平委员 包括有7个是相关的政府官员 那么另外有这个14个是学者专家 好 那这个是前天做的结议 是 是在环保署做的 在环平委员会里面做的 那现在要不要我念一下 你念一下结议那种 好吧 就是指标生物 陆域生态监测 例如鸟类停工标准机制 监测 对于物种消长情形 及监测计划发现之白头翁 麻雀 绿秀眼 小雨燕 红嘴 黑皮 羊燕 秀眼 化眉 五色鸟跟竹鸡等 9种鸟类为指标生物 各区分别计算 单次指标生物发现的 总量 数量总和 若于观音海岸 野生动物 重要栖息环境 连续两次调查数量 低于97只 或于太鲁阁国家公园 连续两次调查数量 低于62只 则视为异常 这种情况 那就决定是 书花改就停工吗 停下来 不是完全停工 而是停下来 做一些对策之后 它正常了 就可以继续复工 第97只 对 是 这个 您觉得这个决疫 合不合理 这是就是说 一个就是 他们在鸟类 他们是关心到说 低一个数量的时候 就会 族群没办法繁衍了 会进入一个 灭绝的一个 担心的状态 现在 现在花莲县那边 因为书花改 已经开始动工了 是 那本席也是 常常到南澳乡 到秀林乡 到南澳秀林 那我自己是去处理一个 南澳乡有一个 五塔村的 公路总局要 兴建那个隧道 那村民来找我 那然后呢 我就要求 这个五塔段的部分 停工 但是没想到 你这个决疫啊 比我们五塔村的 村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还要来的重要 那这个 这个决疫呢 要保护鸟类 啊 那就会造成 这个 书花改工程啊 它的一个决疫 呃 这个长治力在那边 就如果这个鸟类 少少于这些 数量的话 书花改工程都可以 都要这个 停工嘛 对不对 接下来就是 那现在花莲县的名义是说 因为县长都说啊 这个鸟不如人啊 鸟不如人 要保护这些鸟类 你们怎么去监测 是在 这个书花公路的周边的 几公里 然后要去监测 这个鸟类 啊 这个都是 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就变成是 啊 花莲先议会 通过决疫 要要每一个医员啊 开始养鸟 啊 每一个医员开始养鸟 希望说能够达成这个标准 希望这个书花改不要停工 是 所以我觉得 我我一个感觉 因为我自己处理过 这个五塔工程 啊 五塔那个段啊 那个可能你 你比较不晓得 那个他的背景啊 那五塔段 因为他那个 隧道呢 是在五塔 这个部落的周边而已 离了部落很近 所以这个五塔村的村民 是希望说 那个隧道的这个路线啊 能够离部落远一点 但是争取了 啊 公路总局呢 啊 这个我经过两次的决议啊 啊 这个我 我说要停工 但是还是 还是照做 啊 但是没有想到啊 这个环保署 做的这个决议 保护这个97只鸟类啊 还比我们这个 立法委员开协调会 还来得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根据他们 现在实际的经验 因为开隧道 它影响 对外界影响很少 对现在影响低嘛 只有隧道口一小段 因此 当时他们开工单 施工单位认为说 不至于会有这样的结果啊 所以他们也愿意来接受 这样的一个 其实我是希望 是 保护鸟类是大家的共识 是 在国家公园 你也可以保护鸟类 但是我是希望说 抒花改这个部分啊 这个工程啊 这是我们东部地区的 很重大的工程 我希望不要因为 这样一个环平的结议 而影响说 这个整个工程的动工啊 我想这个 这个抒花改 东部地区的民众 应该是不会反对 是 应该是不会反对 我们 我们反对的理由是 五塔段的部分 啊 那个路线 可不可以替代 啊 可不可以找 找别的地方 啊 那这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可以 环保署重新再考虑呢 啊 再再再邀请一下 大家看一看 讨论一下 因为这两年前的结议 啊 是不是是不是合理 因为因为那个时候 两年前 抒花改可能还没动工 啊 是这这两年 已经开始在前面的动工了 所以我想说 这个部分 你要怎么样去回应啊 啊 我们花连县的乡亲 好 好 我们会了解 他们监测结果 第二 如果有自来难行 他们可以提出来 要求变更 啊 他们可以提出来 要求什么 变更 就是重新审查一下 他条件 那就看委员 再看整个实际的情况 好 谢谢 署长还没有 我还没讲完 我还有时间啊 是 那个 另外就是台东 美丽湾饭店 是 台东美丽湾饭店 这个事情 你应该很了解了吧 是 因为当时是 台东县政府 啊 没有没有经过一个 环评的一个程序 啊 那个环评 那个是比较粗帅啊 比较这个 草帅 后来这个旅馆 这个做好了 那现在我们当地的 这个 这个原住民呢 民众的抗议 啊 认为是 后来打了官司 还胜诉啊 那你觉得说 要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美丽湾饭店 所以这方面的争议 呃 向您报告 他有两阶段啊 第一阶段 他去做的时候啊 他的面积呃 自己把他限制的很小 因此没做环评 发了建造 没做环评 后来那张建造 应该是无效的 但是后来被发现之后 给他停工之后 他就重新 补作环评 然后发了第二张建造 那第二张建造 的时候 那个环评的过程的结论 经过他们诉讼之后 又被撤销了啊 撤销之后 所以他们继续在 补作环评 那他的第二张建造 跟第一张建造的 背景就不一样 第一张是致死无效 第二张的话是 原来合法变成违法啊 所以他呃 会根据呃 行政承细法 他还要由台东县政府 本身去考虑 他的信赖保护等等 那你现在作为一个 环保署的署长 是 你面临这种台东县政府 跟那个民众打官司 嗯 县政府败诉 是 那你你你认为 你会建议啊 台东县政府会怎么做 比较好 因为台东县政府 现在好像 还是不撤销啊 不撤销他的一个 一个建造 是 那虽然环评 这个输了啊 那你会建议台东县政府 会怎么做 我们是看到 如果像他第一阶段 中不做环评 完全不做环评 就去开始新建 这件事情 我们认为他应该是 要先拆后建 但是呢 我们是说 这件事情呢 在第二阶段的情况 是如何考量 还是经过建筑法 由内政部去考量 是比较适合的 你说第二个考量 因为后来这个建筑 该不该拆 先是建筑法规的 一个管制的问题 他是不是实质为鉴 等等这些的认定 那么所以说 由中央的 中央是内政部 去管他这一部分的工作 要不要先拆后面 再做环评 还是继续做环评之后 根据环评的结果 再决定要不要拆 先再做环评 然后再建议要不要 环评如果还是不过的话 他就非拆不可了 是吧 那如果说环评也过的话 那这个情况就跟原来情况就不一样 那他现在有没有 有没有再申请 他们正在进行 正在进行 是是 我是认为啊 台中县政府啊 干脆 干脆就先拆后建 因为他摆不平当地的民意 先拆后建 会是一个比较 比较妥视的一个做法 那您不认为 先拆后建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吗 先拆后建 那是我个人的看法嘛 你个人看法 环保角度 对于这样子 不去尊重我们的环评的法规 当然我们赞成 它拆掉了 是吧 但是它是后来 又去做了环评之后的一个状态 那跟建筑法规的部分 还是它这法的认定的部分 还是由中央的内政部去认定 谢谢